每逢暴雨来袭吉安湘海岸路以及光华一二街到华宫六路等路段都会出现有淹水的情形 因此吉安湘公所也积极透过了县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来完善光华排水系统的攻势 每逢暴雨来袭吉安湘海岸路及光华一二街至华宫六路等路段都会出现有淹水的情形 县长徐真伟也多次协同吉安湘长游淑珍前往会刊大吉安排水网络的现况 在县乡协力的合作下极力向中央争取预算 而目前光华应急排水工程一二期都已经完工 预计在六月份就要开始执行第三期的计划工程 今天召开了所有的地主单位还有邻边的所有的乡亲 以及社区发展协会跟村办公室和所有居民来作为一个说明会 希望在公共建设的工程面里面能够圆满所有的建设跟建构 尤其在迅期来临之前我们希望加快脚步能够圆满整个在迅期来临之前 所有的排水以及所有的环境的一个执行 希望在我们工程期所有的乡亲也能够注意自己行驶的安全 带来最好的建设在地方 建设客长吴英玉表示光华应急排水工程第三期计划 是由经济部水利署补助2700万元 着手规划执行 预计在六月份开工需要耗费210日立天 工程重点除了会将排红断面夹打夹深 道路也会以悬臂的设计来增加行车空间 并规划绿色休闲步道的通行 广纳多方意见打造安全宜居幸福家园 记者徐立琴 吉安翔报道